那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才看得清楚 就是你给他尊贵荣耀 为什么 为官免 所以人是在万有中间 有官免的神的代表 人是在万有之上 有神的尊贵荣耀 在我们身上作为记号的 真正的领袖 人之所以为人 人在万有之上 我们这个荣耀尊贵 不是在我们体力的强大 我们这个荣耀尊贵 不在乎我们眼光的锐利 我们这个荣耀尊贵 不在乎耳朵的敏感 我们这个荣耀尊贵 不在我们早雅的厉害 我们的早不如狮子 我们的眼睛不如猫 我们的耳朵不如狗 我们的绣角不如狗 不如这个鲑鱼 我们不如许多的作造物 但我们在他们之上的眼睛 因为神的尊贵和神的荣耀 但不荣耀上帝 人羞辱上帝 人到最高峰的时候 把荣耀尊贵 多取到至一位不至所有 而绝对化自己做神的时候 就像毛泽东讲的话 人定正圣天 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在自然界中间最大的悲哀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古书传下的智慧 是顺天则昌 密天则亡 不如许多的悲哀 就像是顺天的状费